大家好 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 咱先播个硬广 我们这个巡游项目 在9月的9号到13号 正好是中秋节假期 组织大家到保定正定去游学 这两个地方是原来河北的重镇 现在它好像存在感不强 但是恰恰就是这样在历史上特别发达 现在存在感不强的地方 才能保留下更多的古迹 保定不用说了 包括49年以后 它都很长时间是河北省的省会 所以它留下了像直立总督府 清朝最大的地方官 曾前礼后两先生坐镇直立总督 所以有大量的古迹文物可以看 对面的古莲池书院 然后城外的满城汉墓 刘备的祖宗 中山靖王的墓 38军工兵给刨出来了 所以咱们去看看山林什么样 还有著名的清西陵 埋葬着雍正 嘉庆 这个道光光绪四位皇帝的皇陵 正定在历史上就更有名了 你别看他今天只是石家庄市的一个区 当年是河北雄镇 古城镇州 首先是常山赵子龙的家乡 另外古迹众多 你比如宋元时代的建筑 这个龙兴寺 简直是北方第一名产 另外这个匹卢寺一堂非常精彩的明代的水路壁画 保证你看完了之后这个这个精掉下巴 还有呢像那个正定的文庙 全国只有五座这个五代时期的建筑保留到现在 四座在山西 另外这座就是河北正定文庙的大城殿 还有著名的这个正定三塔 其中那个开元寺啊 除了塔有名 钟楼更是疑似唐代建筑 另外正定的博物馆也非常不错 保证这个保定正定这两个地方 让大家呢不需此情 如果你想报名点击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欢迎你呢跟我一起去保定正定度过一个美好的 有文化味道的中秋 谢谢大家 好啊 那咱们就言归正传 最近呢 听说一个消息 俄罗斯黑海舰队呢又有一艘这个轻型护卫舰被击沉了 这现在都已经不叫新闻了 自打这个莫斯科号沉没之后啊 黑海舰队就一直避战保船 以前呢是这个躲在塞瓦斯托波尔 最近呢塞瓦斯托波尔呢 被海马斯火箭炮袭击之后 黑海舰队好像就从这撤出来了 于是呢 他们就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已经没有水面舰艇的乌克兰海军面前 黑海舰队呢居然在避战保船 大有北洋水师在覆没之前摆出的存在舰队那一套做派 那么说到这个存在舰队啊 今天那就掰扯扯扯扯这个 这个理念呢 最早是由皇家海军赫布特上将 先付诸实施了 1689年光荣革命以后 法国一心呢 想帮助这个詹姆斯二世啊 回国复辟 就派出舰队不断挑衅 希望把皇家海军拉出来打决战 此时皇家海军实力处于弱势立位 因为政局动荡嘛 于是这个海军司令赫布特上将 就开始升功高磊 坚守不出 他的理由啊 很简单 现在的情况虽然是敌强我弱 不过皇家海军仍然有一定的威慑力 如果自己一直没有被打败 那么法军呢 就不敢入侵 这套理论后来被美国海军上校马汉 写进了海权论 在这儿呢 他对存在舰队的解释是什么呢 要通过对优势方的进攻 破坏后者 对自身和对海洋的控制 存在舰队这一词语中的存在 换今天的话讲呢 就是要闹点想通 刷存在感 但是你要想刷出存在感来 就要在这两点当中呢 至少做到一点 要么你有足够的体量 要么你有极强的机动性 在体量上震慑对手的呢 是英国皇家海军 可能这个很多人啊 看到这儿都很诧异 皇家海军不是四处出击吗 怎么还成存在舰队了 其实啊 在全球海上霸权 被掌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英国的主力舰队始终是囤在本土的 这支舰队的实力 通常不足以采取攻势战略 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威慑 阻止其他国家登陆英国本土啊 而在这个历次海战中 赢得赫赫战功的 其实是皇家海军的偏尸 比如像地中海舰队啊 西印度舰队啊等等 如果偏尸能够战胜敌人 那么英国的日子呢 就更好过 即使这些舰队失败了 也不会对英国本土的安全 构成致命的威胁 你比如像那个特拉法尔加海战 那就是纳尔逊带着地中海舰队去打的 打赢了英国在大西洋地中海 就没敌人 打输了本土舰队也有时间整军备战 法西联合舰队短时间内也威胁不过来 到了一战以后 英国本土舰队更名为大舰队 也就是坐镇港口 从来不轻言战端 毕竟海上决战啊 那说实在的 那挺依靠玄学的 那你比如这个日俄这个战争的时候 双方的命中率 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日本在这个皇海和对马 两场海战当中 都能命中俄军旗舰的舰桥 两个舰队司令一死一重伤 那家伙说实在的 那真是天照大神保佑 八百万神灵全显灵了 才能做到 否则的话你怎么可能呢 那会儿没有火空计算机 弹道学也没那么发达 这纯粹是瞎猫碰上死耗的 天上掉一大馅饼 砸了东乡平巴达往嘴里了 东乡平巴达一帮巴结嘴 一帮下领开炮 外衣损失惨重 就实在是得不偿失 所以一战的时候 除了一场日德兰大海战 大舰队大部分时间 都是按兵不顿 舰队司令也是以冷静和谨慎 著称的杰里科上将 战争后期 司令换成了背体 背体本来就性格急躁 类似猛张飞似的 但是呢 他手握了大舰队以后 整个人都变了 跟杰里科一样 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个时候的皇家海军本土舰队 堪称世界海军史上 最为奢华的大舰队 但是这样一支实力超强的舰队 却专心防守 这是德国人始终没有想到的 最初他们认为 一旦战争爆发 英国人肯定会效仿纳尔逊 主动打上门来 这样呢 自己呢 就提供了这个取胜的企业契机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 他们不出来 自己呢 又因为惧怕他们的实力 也只能趴在港口 不敢出门 一直就熬到了一战结束 所以等于这个 英德这两支 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 就都成了这个存在的舰队 皇家海军呢 是发挥出了存在舰队的体量优势 而有机动灵活特性的存在舰队呢 当然就是日俄战争的 俄国海神瓦分舰队 只有三艘装甲巡洋舰 跟日本联合舰队相比啊 简直就是以卵击石 于是呢 他们就扮演了海上游击队的角色 骚扰日本的海上交通线 在大约半年的这个时间里 海神瓦分舰队 先后六次出击 袭扰日本的海上交通线 而且呢 颇有斩获 最有价值的一次胜利 是成功的截获了一支 日本陆军的运输船 让一个连队的这个日本士兵 都去喂鱼 另外呢 船上还有几门280毫米巨炮 是日军准备拿来攻打李舜用的 这样的战果对自己人呢 简直的是太提气了 为了消灭这支舰队 联合舰队派出第二舰队 四艘装甲巡洋舰和其他辅助舰队 在大海上进行搜索 没想到海神瓦的分舰队 不但不害怕 还一路出击直倒黄龙 跑到这个日本东京湾里啊 就浪了一圈 然后扬长而去 一时之间日本惊机震动 愤怒的日本民众 认为第二舰队司令长官 尚村燕之城中将作战不力 往他家里扔石块 给他下死亡通牒 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陆探提督 意思是俄国人的间谍 陆就陆西亚嘛 就是俄罗斯嘛 尚村燕之城一度被逼得差点自杀 被迫把老婆都送回娘家去了 最后这支存在舰队 还是被尚村找到并消灭了 主要还是因为呢 他们为接应突围的旅顺舰队主力 这就放弃了他们作为存在舰队 所具有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日本人依据这个判断出了 他们的航线的轨迹 才守住带兔 把他们消灭掉 而同时具备威慑力和机动性的存在舰队 就是太平洋战争初期的美国海军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 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没有受任何损失 随时能给日军造成威胁 而且呢 从42年开始就到处刷存在感 不仅袭击日本在南太平洋那批岛屿 还从航母上起飞B-25 空袭东京 日本海军被这些航母搞得是晕头转下 最后呢 改变计划 把消灭美国航母作为第一要务 于是呢 有了中途岛海带 这个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就此逆转 说完了这些啊 各位可能觉得这些存在舰队 和完全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啊 咱们印象中的存在舰队 应该是德国的公海舰队 北洋水师应该是这样 但是他们绝不是合格的存在舰队 更应该呢 叫趴窝舰队 因为他给对手造不成任何威胁 跟被摧毁啊 没什么两样 北洋水师自黄海海战之后 就一直在这个威海避站宝船 在此期间 日本人打吕顺 从山东荣城湾登陆 北洋水师是有条件过去实施破坏的 但是呢 他们没有任何动作 最后仰蒸蒸的看着对手占领威海 留宫岛全境 自身全军覆没 德国公海舰队也一样 在一战爆发后 跟英国人小规模打了几仗之后 就在港口里躲了个清静 哪怕是跟英国人战斗的勇气都没有 到了一战末期 好不容易被派出去决战 水兵呢 还在半路上滑遍 最后整支舰队被解除武装 拉到英国的斯卡帕湾 以自沉的方式宣告结束 战后英国人了解当初德国人的做法之后 大呼后悔 早知道他们这么怂 我是应该多派海军采取点行动的 这样的话 没准战争早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公海舰队和北洋水师 都只是学到了存在舰队的形 而没有学到神 真正的玩法不是这样的 总之吧 这个存在舰队你要么有规模 要么够灵活 反正呢 他得用自己的方式对海域形成威胁 所以这么一比较 看来乌克兰海军虽然船没了 但是呢 他们倒是利用陆上基地发挥的够灵活的特点 反倒是黑海舰队坐拥数量上的优势 却一味的避占宝船 把自个活生生的打成了弱势的一方 接下来就看双方往后打成什么样 要是乌克兰能让对手重蹈当年 公海舰队的结局 那绝对是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 大书特书的一笔 好啊 关于这个存在舰队呢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光众我的频道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